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真的要說 我這個居留和是真的 我自己建的是這些房子 你們把那個書腰把它擋住了 那房子都擋了 我送給人家把書腰先揪下來擺盤 因為我要你看到那些房子 我現在想的是那些房子 我想的是那些房子裡 那時候我是通知軍 我們跟同學拿著軍棍帶著藥包去救 我被一個兵流趕走孫女來幹活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生長 但是我今天能夠超越 我還希望人優雅地活著 我希望人好好的活著 我們現在不但活著還好好的活著 我希望世世代代能夠好好的優雅地活著 而且我希望我們有一個稍微 深於表面的文章文化 能夠將來在臺灣做一個特色 臺灣沒有什麼別的錢 一定要有深化的文化 如果我們跟別人一樣淺淺地活著 每天會有一點點表面的慾望和快樂活著 臺灣很快就沒有什麼地位了 我這個講法也說不明白 大概在座的機會都能了解我的意思 我希望我們有深化的文化 能夠所有加強鼓勵的 像林忠勝現在他還做一些口序的成功的人在綁架 我所說的成功不一定是 完全是經濟上的成功 像各行各業 能不能把思考說得更深刻一點 除此以外 臺灣沒有什麼前途 我是我的瞭解 我今年寫完這本書了 心滿意足 感謝的不得了 感謝天下將來對我的皮膚 我說將來對我的皮膚 這本書現在的樣子實在是很好 我很滿意 影帝都很坦白的說了 我剛才一直想 影帝從沒告訴我他心裡怎麼想 現在我知道 那個人生 我在這兒說的都是家常話 我感謝的不僅僅是口頭說的 能夠有這樣的書給我四年出來 也是我還有一個功勞 就是我把老年看成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活著 我也沒有死了 我也沒有怎麼特別 一定要躺在那兒 不能動的女友 那我怎麼判你 而且我必須要做一件事 日夜的想 我為什麼僅想呢 我就趕快做 所以善德欣先生 允許我用手稿 他找人給我打字 因為打字的日久 就黃小九變成了一個朋友 他打著打著就問我 齊老師 你的父親是個書生讀書人 為什麼去革命呢 這樣一問 我就趕快又加一點 所以我父親革命的後來很多的詳細 都是黃小姐教我寫的 那當然簡直他們告訴我 你這裡重複了 那你沒再加強 這些我不是一個人孤獨的跑 這些年來的感情 這些年來的累積的善緣 很多的關係 說不清楚 有的人上山上看我 有的人打個電話來 聽到電話就接到電話說 哎 很好嘛 好 你們還能說話 但是我還不會 我今天在這裡 就是無情所有的勇氣 盡量地說一些家人 要想跟你說的話 那以後呢 如果你們看了書有什麼意見 能不能寫幾個字給我 用不去寫 因為我現在耳朵 聽電話又是聽不見 還有說話有困難 我想最好認得我寫幾個字 我有個朋友他寫 他說什麼 我說你寫信的 我聽不清楚 他說你有沒有E-mail 我說沒有 他說我那怎麼寫呢 我說你用手寫 他說我看看我有沒紙 我說我沒有郵票了 想說你來個郵票 真的是我不開玩笑 所以我還是請求你們 不買個郵票 真的他問你沒有E-mail 你怎麼活的 其實我活得挺好 我活得挺好 我希望你們老了 能夠相信我 我這樣子振作 而且我對事情感恩 我所得到的我都很感謝 那我一點都不抱怨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抱怨 人生這樣都不寫 所以柯慶明這麼多年來 總是唯一有事情 他就來說 哎呀要樂觀啊 要什麼 這麼小的人 你怎麼這麼多年都振作樂觀 可以的吧 我可以做的 因為將來沒有人敢跟我說 七個月就老了 好好的 利用所有的日子 能過的 能用的 然後過好一點 我們台灣一定要靠深化的文化 才能說 這是我最後的希望 我能跟你諸位見面 真的好高興 高興一直說辦個節目發表會 我說我太老了 不做這件事 我的書也是 我的記憶都不靈脈 我都整體做 我要一個茶會 跟我的朋友見面 我今天跟你們見面 然後再見不是何時 可是您記得我是很快樂的 我很快樂 我很感謝 非常快樂 謝謝